如何得到成仙 这是我总结的几个办法 大家可以试试看 首先呢 这个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身心灵 我们都要提升 如何提升自我 身心灵精气神 这些是合一的 可以对应一一对应的 那身 就是所谓的精 就是具体的东西 身心 肉身 心呢 就是可以说心态 心性 就是这个气的一方面 就是中间一个过渡 人活一口气 他没有中间这个成长气下 呼吸 你提不起这口气 也是要玩的 那最后呢 就是这个神 精气神的神 神心灵的灵 神灵 那几种办法 第一个 修身养性 从小 我们就要把这个身体基础 培养好 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精血未成之前 你就要好 有好的习惯 很多人从小的习惯很好 但长大变了 所以他后来慢慢身体 帅老的很快 当时年轻其胜 不以为然 时间长了 你就知道了 那修身养性呢 是最基础的 它有助于你这个 精气神的这个提升 都是辅助的 我们说这个 福禄 兽洗财 有些人不注重这个 兽 曾经我也是 那些外在的东西 其他的那几个 还有其他的 那都是用身体换来的 什么东西拿身体换来 那你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你想到革命 你没有身体 你也完吗 其他的全部打折扣 所以说 不注重身体 老是想 所谓什么 谈话一线的 这些 是不现实的 时间长了 到事上 你是用不出来的 那 这个 养性呢 它是偏重于这个 新的这个层次 气 这些 他们没有说 每一项具体是哪一个 都是穿插着的 然后 行善既得 这些做好事 培养自己的正气 也是 对外人也是好 有的时候 虽然自己吃亏一点 但眼下看来是 那时间长了呢 都知道你人好 但不要说做老好人 不要说 过度于 没有金刚手腕 没有一定的 收回的余地 没有一定的把握 不要请菩萨心肠 这是现在流行的一句话 你要能受得了下场 你要担当的起 不要搞得最后一塌糊涂 那就很麻烦 很难翻身了 这些 正道成果 也是 可行的 有些人也不练了什么功法 我们说修身 一个是养身体 而一个是修炼 也在其中 但是行善既得 我也没练什么功 你看光工 从当年 他虽然练一些武功 他没有说他打多 怎么怎么就修成身 还有一些 很 很 很 多的具体的例子 我们不好多说 人家 就是大善人 人也成了 当然魔 他也能成魔道 那他就饥饿 行恶 自私 这个善恶报 这个我们有机会再强调一下 然后就读书 读经教会 这个教会呢 可以 可以跟朋友 也可以跟这个山川大河 接这些天地自然的起 行百里路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读百卷书 都是很重要 都可以 所以这三个综合起来 你都用一用 你的这个更保险 更有助于整体的提升 智慧 好不好